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個已經是幾日前 就是2022年12月16日 題目就是石油發現之前 阿拉伯的庫樹 其實自古以來都有 看看為何這麼庫樹 基本上中東地區是我們所謂的香料之地 裡面其實有不少香料 主要有幾個 這跟它自己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 是非常有關係的 在阿拉伯半島以南那邊 在很早的時候已經發現 有三種非常之名貴的香料 雨香、末藥和麒麟蠍 這三種是非常有名的 之後還有龍燕香 所以一直以來 阿拉伯地區 在亞曼和亞曼的地區裡 是非常多這些雨香和末藥出現的 那雨香是什麼呢? 所以雨香其實就是 好像橡膠一樣 在一種樹木 在一種特殊的樹木那裡 弄傷了它之後 它會流出來的汁液 這個汁液一直以來 就是一個非常名貴的香料 古埃及的木乃伊 都是有用這種香料的 所以由古埃奈一直到羅馬時代 這個香料 基本上在所有的情況之下 都要用 除非 否則的話 就不當是一個 足夠莊嚴的節氣 只是問題就是 辭畢爾他這裡說到 就是聖經所記載的 東方三王在 聖像的指引之下 去到白利行 向江出世的小耶穌 獻上了三樣東西 黃金、雨香和末藥 所以這個香料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幅就是 在1620年的油畫 顯示到東方三王 向小耶穌獻上雨香之類的東西 這個已經在公元前200年起 雨香抹藥已經是周圍 非常之出名的香料 有一條是雨香之道 現在這個營光網上見到 是由也門和亞曼地區 通過了今日的沙特阿拉伯 然後就上了去到 去到以色列地區 Jordan和耶路撒冷 這條古的絲綢之路 現在已經被聯合國列入了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裡面 這個印銀子能力 靠雨香的能力 就有一段時間 可以說和黃金、寶石聯話 所以這裏也有另一段故事 講明這個重要性 這就是聖基紀錄裏 有一個叫士巴女王 在拜會所羅門的故事 這裏認為士巴女王 也是也門一帶的古老女王 依靠著香料出口 這個國家聚了非常多財富 而且大量進口黃金和寶石等奢侈品 所以女王能夠用駱駝隊 背著大量的香料 黃金和寶石 他認為乳香是一個涉足神靈的東西 所以為了要禁止這個慾望 將這東西變成涉足神靈 結果抹香的香料沉寂了下去 施巢之旅 唯有找另外的出路 因此去不到中東地區 走過去其他地方 拜佔庭、波斯、印度等等 成為另一條乳香之路 這個乳香就是在植物上流出來的執液 接著這個什麼呢 這個也在2019年的年郵慶慶祝建國48周年節目 也會說出另一項叫做龍賢傳說 或者龍賢香 龍賢香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種鯨魚的抹香鯨 就是它的胃裏的一種結石 將這個結石套出來之後 就會漂流在大海上面 海浪衝擊 去到阿拉伯半島南端 所以人們就可以在那裏 撿這些做出來的結石物 其實是非常香的 所以當時那些人在黃昏時間 會騎著駱駝出去 然後撿到的時候 駱駝懂得蹲下 給人們撿龍香 所以人們就不用爬上爬下 這裏經過訓練 在後裏講 在月光明亮的晚上 騎著駱駝去海灘找龍香 這個故事 我們今天就知道 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裏也盛產天然的珍珠 那裏有一個民族 就是專門潛到水底 採集珍珠 這種人在中國古代的文獻裏 顯示叫做鯔人 我們是鯔魚的鯔人 這就是他們熟悉水性 擅長潛水 在沒有任何的防護之下 可以收到海底去撿起那些 含有珍珠的珍珠磅之類的東西 這裏有幅圖 顯示到那些人 是潛到海底去撿這些珍珠的 而這個珍珠也是因為是契似品 也使得中東地區一直以來都非常富有 這裏有一個英國的某個皇室 戴著兩個耳環和頸鏈 都是珍珠耳環和頸鏈 這是什麼 海特王妃 不知道是誰 因此 雨香之路和思潮之路 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富裕的商業道路 所以我們也知道 中東地區一向都富有 就像中國那樣 貿易上非常富有 但是很可惜 軍事力量不夠的話 就會被人欺負 這個很可惜 就是今天實際的現象